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大娘说她家的狗不会像咋儿是只老狗 从来也没生过一窝 要不咱们去宠物医院问问吧 非常像 确实有几个的话很像犬 既然兽医没法解释 那咱们就请教一下河南农大几位已经退休的序目专家 几乎没有可能性 目前全世界猫狗杂交的种没有出现过 我怀疑她都是憋得够疾痒的 这啥生的你当然在跟不在 我跟了 没跟跟了 生下来主人不在跟 她也受不了 长大以后留下来那都更难 那从基因遗传企业的角度来说 会不会是猫生下的小胆发生了基因扑变呢 如果是变异 第一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普遍性 这么多 另外一个呢 对于一个个体的变异 它也是局部的 这不可能就完全是一个狗 虽然不能解释原因 不过盛教授说了 想要知道这体之小家伙是猫是狗 其实很简单 看来要想证明小家伙的身份 还得进一步的科学验证才行呢 我跟了我看着这艺朗 这也就什么怪兙是狗 还得进一步的科学看看 真的什么大概十本这个 呢